好好的運動中除了是核心在在航空裡面重點的活動空間 今是附近鄭桃鄉親雄涵的主要調査 為初婚姻政府向中央進出總結三億的經費 未來進行館來四十三億學校運動中 以及集比設施的進行價位 並來去辦這個記者會 當時雅雄請真有名勝的運動選手 任意給大家站台 為婚姻的體育課程共同努力 請縣長鳴槍 婚姻官部分學校的運動中 不僅也是紅頭的走得 因為有紅包刷和白醉不良的定定狀況 今天是測身或是哪些運動有發生意外的可能 因此婚姻官政府近幾年是相當這支 來將紅頭來泰華型PU走得 雲林縣境內還有一些屬於紅塗跑道 因為紅塗本身也會流失 再加上說如果說假設紅塗流失以後 造成整個運動場上不平整的話 也容易造成運動傷害 讓我們的鄉親還有我們的學生 在運動場上在安全上面有一些疑慮 透過這一次的整個爭取 有大概37所的紅塗跑道都可以同意改善 那還有一些PU跑道因為年久失修 那也容易淹水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進行一併的一個修診件 尤其次婚姻官政府是向中央來進出 將近三億的經費 要來進行婚姻官來43京學校的運動場 以及出品攝影的政見各位 當時也邀請婚姻主題 國際、僑媒、好笑、任一家來騎台 共同委婚姻體育發展正值婚姻力 今年是我們雲林的全民運動健康年 那非常感謝我們的就是張縣長這幾年 不斷地去支持我們不只是在體育運動員的就業 專任教練的聘任之外 另外一部分也積極地去改善很多在運動設備 運動設施場館等等的一些 讓全民都可以參與運動的一些地方 那這個政府和就是可以把我們全民的運動 把它提升起來 讓我們的縣民都可以更有正能量的一個生活 總共這43所合定了兩億九千兩百六十二萬八百元 那我們會在今年開始進行所有的這些設施改善 還有Pu跑道的一個修整件 那預計在明年初就可以全線來完成 體育發展不然是要有良好的輸出 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運動尿素以及環境 也期待在新建家園全補萬港以後 會到為官來的運動員 帶來更加好的運動空間 就出體育運動的運動風氣 記者提供報應 彩虹報道 對請喊 鬥負ン